我之前说过,顿卢赫扎四个地区进行公投十分关键,这或许成为俄乌冲突变为俄乌战争,或者冲突,直接外移到东欧国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。但现实情况总是让人跟不上节奏,就在乌克兰和世界舆论一样都在停下来关注。 四个地区公投是否顺利地行事下,俄军再次闪电出击。 据报道,俄军在近日开始从赫尔松州向尼古拉耶夫方向发起进攻,在赫尔松以西70公里左右的一个定居点,俄军快速消灭了乌克兰第28机械化旅的一部分。 本来乌军在赫尔松地区就不占优势,这次第28机械化旅冷不丁又被打残,对乌克兰来说又是一次重创。 可以看出,俄军把哈尔科夫地区的士兵后撤,一个集团军镇守顿巴斯地区,但在赫尔松地区,这个优势必须扩大。 最关键的问题是,俄军目前已经控制了因古列磁河右岸的一个桥头堡,这将意味着俄军已经具备了向尼古拉耶夫发动进攻的先天性优势。 前段时间乌军几次想过河抢占这里,都被俄军空地火力给直接逼退。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,基辅不仅失去了反攻赫尔松地区的资格,甚至敖德萨也危险了。 因为只要俄军打通尼古拉耶夫,就有了直抵敖德萨的陆地通道。 了解的朋友都知道,在前几个月,乌军南部的主力基本都在敖德萨地区。 但在此次反攻行动的推进下,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大量囤兵。 当初,如果俄军没有把哈尔克夫的主力调回赫尔松,估计现在沦陷的就是赫尔松了。 所以只要俄军攻占了尼古拉耶夫,不仅意味着解除了乌军从这里对赫尔松、迪涅伯和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威胁,同时也打开了通向敖德萨的通道。 客观来说,公投的四个地区不出意外的话,应该落入的俄罗斯囊中。 但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因此而改变。 看来俄罗斯必然要打通俄罗斯本土,直通德涅斯特河左岸的陆地走廊了。 至于俄罗斯是否还热衷于去纳粹,去军事化? 现在看来已经不太重要了。 俄罗斯要先把能拿到的拿到,才能继续有筹码和西方进行博弈。 在过去约半个月的期间,乌军强打精神,发动了一波反攻,势头很猛。 每天捷报频传,引发西方媒体一片狂欢,对俄罗斯唱衰不断。 俄军的战线在被一再压缩的同时,也在加紧力兵莫马,做好战备。 果然俄军的反击激烈打响了。 日前,乌克兰总参谋部的发布报告, 证实在乌方境内的扎伊彩沃、阿夫德耶夫卡、巴赫木特、佩尔沃迈斯基、 尼古拉耶夫卡和辛米哈伊洛夫卡等地区。 俄罗斯军队发动广泛地区,重新占领了大片地区。 俄军的战果,由乌克兰军方主要机构公布出来, 想必是应该没有一丝水分的。 以上提及的这些地盘都是在八月底以来, 乌军发起的一轮反攻高潮时被收复过来的。 许多地块在乌军手中都还没有攥住一个礼拜, 可说都还没有武热,就又被俄军夺了回去。 显而易见的是,最近被全球, 尤其是西方舆论热炒的乌军大反攻, 被打成了一种典型的拉锯战。 只是有一个问题是, 最近乌军的反攻,有太多迹象显示, 是乌方武装拼尽了吃奶的气力才获得的战果。 而俄军在之前边打边撤的过程中, 一直充分保存了实力, 并传出俄军增兵的消息。 车臣就宣布增兵一万。 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还公开呼吁, 俄罗斯85个联邦主体都增兵, 取得较广泛的呼应。 可想而知, 当今的乌克兰战场就如同一个大弹簧。 乌军看似攻势如潮, 势如破竹。 其实已经到了强弩之末。 之前俄军虽然大幅撤退, 却在不断积蓄力量。 蕴藏着巨大的动能, 势必会有一轮超强力度的反弹。 俄军最新实打实的反击, 让此前一直对乌军鼓吹的西方媒体, 也不得不服气。 美国纽约时报披露。 在顿巴斯地区, 乌克兰军队最近损失惨重。 该媒体很敬业, 深入交战前线进行实地采访。 有从阵地上败退下来的乌军官兵亲口透露, 俄军在顿巴斯地区每天都在发动反击, 目前正在逐步将乌军打出阵地。 此外, 俄罗斯国防部最新公布的战报也可以用来佐证, 称俄军最近动用高精度武器, 近在乌克兰尼的古拉耶夫州、 赫尔松州就击溃了乌军第46空中机动旅和第24机械化旅, 导致乌军至少5个指挥所被端掉, 还损失140多名军人。 乌军官兵的人员损耗只是一方面,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, 还连带西方援助的武器装备也缴获得被缴获, 摧毁得被摧毁, 损失太大。 俄新社爆出俄国防部的声明指出, 在哈尔科夫地区, 俄军发射导弹, 摧毁了乌军一个大型军火库, 里面仅炮弹一向, 就至少有7500枚被炸毁, 而这些都是来自于西方最近送来的宝贝, 另在乌东偏南的赫尔松州, 俄军也在发动反击。 日前赫尔松州行政机构新闻处披露, 该州几乎全境, 已重新归于俄罗斯军队的控制之者。 显然赫尔松被俄军把控, 此前本已有雷乱之危的克里米亚, 也拥有了足够的安全保障。 从目前战场格局如此明显的反转来看, 不得不令人怀疑, 此前乌军的大反攻不免有表演的成分, 为争取西方大比的军事援助, 乌克兰被逼着要打出一波拿得出手的战绩, 而俄军的后车似乎也有故意为之的痕迹, 既可以在运动迂回的过程中消灭敌军, 又可以使用类似于哀兵之计, 进一步统一俄罗斯国内的军心和民意, 激化战斗民族的血性, 在一片同仇敌凯的声浪中, 让此前许多反战人士闭嘴,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, 此前乌军的大反攻之所以能得手, 不能排除俄军自身有拉胯, 还有武器精度不如人等因素, 反过来, 俄军最新发起的反击能取得成效, 应当也跟武器有关, 据西部久前俄军喜获的一批伊朗无人机, 现已经立下了战功, 由俄媒传出消息, 据乌军第92机械化旅指挥官公开证实, 在哈尔科夫地区, 俄军将伊朗制造的, 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投入了实战, 精准摧毁乌军多个美国北约制造的榴弹炮和装甲车, 之前乌军因动用美西方的无人机, 让俄军吃尽苦头, 如黑海舰队多个目标背袭, 就是西方无人机的杰作, 如今俄军终于可以以牙还牙了, 自古以来, 战争都是极为复杂的人类行为, 常常是眼见都不能维持, 战场也是瞬息万变, 攻城掠地, 占领地盘不见得是真正的战果, 只有歼灭敌方的有生力量, 才是真正实打实的成绩, 存人失地, 人地皆存, 存地失人, 人地皆失, 就是这个道理, 如今俄乌战场, 算是为世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, 目前俄罗斯已立于不败之地, 俄罗斯为什么敢主动出击, 就是俄罗斯有在任何情况下实现翻盘的底气, 那就是核武器, 在对乌作战中, 俄军刚开始就投入了十来万兵力, 当控制了1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后, 俄罗斯已经无力再向前推进, 在这种情况下, 俄罗斯一边做了军事部分动员, 要再招募30万兵力, 这意味着俄军投入到乌克兰作战的部队规模, 将会扩大一两倍, 也就是说俄军在不久的将来, 会在乌克兰战场投入至少30万兵力, 这个规模应该可以让俄军继续向前推进了, 但是, 普京同时又给这次军事行动装上了一个保险, 那就是如果美西方倾力支持乌克兰反击, 在俄军领土遭到攻击后可能使用核武器, 在乌克兰四个州公投加入俄罗斯后, 当然也会包括在内, 所以在如此状态下, 俄罗斯未来至少还会拿下尼古拉耶夫和奥德萨, 这样, 俄罗斯就可以控制乌克兰整个黑海沿岸地区, 然后如果还有余力, 俄罗斯应该还会控制, 包括哈尔科夫等东部清俄地区, 至于基辅, 俄罗斯当然希望都拿下来, 但如果要拿下来30万俄军恐怕还不够, 俄罗斯还得招募更多兵力, 俄罗斯立于不败之地是肯定的了, 乌克兰最终必然会成为牺牲品, 不可能翻盘, 乌克兰这个国家, 因为这场战争, 未来很可能会灭国, 其领土将很可能会被瓜分, 包括波兰, 多马尼亚都虎视眈眈, 另外, 俄罗斯的目标是把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地区, 都划入俄罗斯的版图, 现在仅剩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了, 对不起来的银沙·生,